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杭晴 只要离开了萧北辰 你就可以去过你喜欢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你难道连这些都不想要了吗 三少奶奶 你要去哪儿 我去园子里散散步 三少不是说了 只要不离开别墅就行吗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看 是我太宠着你 纵着你了 是吗 有我天天在这儿亲自守着你还想跑 真是欠管教 小北辰 你放我下来 小北辰 我说了 没有我允许 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吧 姑爷 静香 找我什么事 我们家小姐怎么样了呀 您可 千万不要对她凶啊 不然您就浪费她一片真心了 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家小姐亲手吃的 是送给您的结婚周年礼物 我说您这到底要干嘛 秘密 您可以试一试 您看 您看 这大小也合适 颜色也是您最喜欢的颜色 我们家小姐是第一次织手套 有好几次不小心 把手指都给戳破了呢 放心吧 她过两天就回去 嗯 杭姐 紫正 你怎么会来这里呀 听说小北辰把你关起来了 你怎么样 我 先不说了 赶紧跟我走 有人接引我们 紫正 我不能和你走 我记得上次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知道 你不用再跟我重复一遍 我没有逼你跟我在一块儿 但是我知道 你想要的自由跟尊重的小北辰 给不了你 我不能看着你作解自负 紫正 没有人勉强我留在这里 杭姐 你这是 紫正 你先冷静听我说 这里到处都是伟兵 如果你不想为难我的话 就赶紧走 杭姐 只要离开了小北辰 你就可以去过你喜欢的 自由自在的生活 你难道连这些都不想要了吗 人都不想要了 招联 差点有人来过吗 报告散哨 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三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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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多大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风风火火大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老爷回来了 你是说萧司令回来了 不是 是咱家老爷 你爹爹呀 你说什么 你说谁回来了 咱家老爷回来了 姑爷把他从狱里接回来了 现在就在萧府 跟着您过去呢 小姐 小姐 你慢点 别摔着了 你别摔着了 旁渡 那和她 narrative 听见了 然后ा 你他 当事 roll 爹 爹 爹 舅儿 爹还以为再也没有 这么团圆的一天了 我以为再也 见不着你了呢 爹 来 来 你这是干什么 爹 齐夫人 杭景在萧家 记住多年 全靠府中上上下下的照顾 尤其是司令和夫人 对杭景视如己出 我入狱六年 没能照顾杭景 一丝一毫 这心中有多少的愧疚 对司令和夫人 就有多少的感激 我这衣柜 是作为一个父亲 感谢夫人 照顾杭景一日一餐 教导他一言一行 给他一个家 快起来 唐生 快起来 起来起来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啊 是你给了我和司令 这么好的女儿 我们萧府上下呀 喜欢他还来不及呢 是吧 老三 当然 如今老三和杭景又成了亲 都说女婿半个儿 以后老三啊就是你的儿子 有什么事你就吩咐他 如果你不高兴啊 狠狠削他 你不高兴啊 瞧我高兴呢 把重要的事给忘了 跪说 快就给司令发个电报 秦家公 咱们饭桌上好好聊 有劳齐夫人 坐 爹 你慢点 嗯 爹 那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哦 好 爹 嗯 像现在这样 手稳着手三步 我想了很多年了 曾经还一度以为 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也想你啊 不过 爹还是想问你一句 你也是真心 自愿要嫁给北辰的吗 爹 我跟三哥之前呢 是闹过不少别扭 如今都好了 三哥他是真心待我 也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哎呀 看到你们俩能够真心相爱 爹这心里啊 别提我多高兴了 我是真的可以放心了